就來打賭好不好 明年不會發了 因為明年已經選完了 選完了沒有人會發了 天氣更壞 對 老實說我必須事先聲明 我是贊成還稅漁民的 我其實我支持 因為我們其實長期 有一些團體在一個運動 就是因為我們的稅收連年超增 然後政府的用錢 是極為沒有效率的 所以我是支持還稅漁民 你想想看 我們剛剛也提到 有11年的政府稅收超增 那麼多增的這些稅 就多從老百姓拿來的這些錢 請問一下政府用到哪裡去了 照理說如果我們稅收超增 大家比如講說 包含就是在五年超增了5000億 那這些錢是不是應該 讓我們的財政次字降低 結果並沒有 因為政府會覺得說 反正我今天稅真的多 然後我就多亂花 剛剛講說前瞻計劃也好啦 一會兒這個補助什麼觀光補助 暖東補助 東南這個什麼新南向補助 然後還有像那個風電 那個發電 就隨便的就是 整個的鈍購物價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政府的用錢 是極為極為沒有效率的 現在我們看到一個更沒有效率 而且非常不道德的 就是拿來買票 今天蔡英文這個措施 當然是買票 怎麼不是買票 所以有時候我想想就說 國民黨真的是太老實了 太笨了 我們剛才講說 如果稅收超增 按照蔡英文那個邏輯 事實上在2016年大選的時候 國民黨就應該發了 而且發的應該更多 因為根據統計 2014年 我們整個的稅收超增 是超過1000億的 到了2015年 稅收超增超過1800億 你知道去年 我們的稅收超增是多少 600億 也就是2016年 對不起 2015年 就是蔡英文 你還沒有上任之前的稅收超增 是去年的三倍之多 如果你按照這樣的 你的邏輯來講的話 當時的經濟不是更好嗎 政府的財政不是更好嗎 所以那個時候國民黨笨死了 他選舉的時候 他怎麼不曉得 我們也來發現金 我們也來發紅包 我們也來做政策買票 這不是就是讓大家非常高興 我做聖誕老公公 而且你可以看到 這一次蔡英文 他整個的所謂的 他要發發的一個對象 這個對象 比如說一個所謂的中低收入 大家都會講說 這個對象是不是真的 他一定是沒有錢的人 其實我們每次在講說 現在就是我們納稅 到底公不公平 很多可能在台北市 有兩棟房子 三棟房子 甚至四棟房子的人 他只要因為他的房客 沒有去報稅 所以他可以不用繳稅 他可以不用繳稅 但是很多 你在租房子非常辛苦 但是對不起 你是壽薪階級 你的公司一定會扣繳平單給你 你就要被瞌睡 所以其實我們在很多納稅 因為我們納稅裡面 確實還有非常多的漏洞 還有很多的所謂的節稅的空間 所以你如果只是針對說 你沒有納稅的人 就可以發到這些錢的話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然後另外他的一個設計就是 可能三萬塊以下 就是你的月薪三萬塊以下 就可以發錢給你 這個大概是以年輕人為主 這個就是蔡英文要救自己的年輕選票 所以這個設計 從頭到尾的設計 他就是一個要拚選舉 要拚選舉 因為他救他的年輕選票 所以這個從政府的財政來講 第一個你絕對是打中臉 充棒子 就是敗家 繼續的敗家 反正這個錢也不是他自己的 是納稅人的錢 所以我老實說 其實我是支持還稅於民 就如同像澳門 就像香港 新加坡 可是澳門 香港 新加坡 每個人有繳稅的都退 他重點是 對 他重點是 他的退稅或者他還利於民 他不是因為選舉 他是因為真的 真的政府的稅收比較好 你為什麼要讓老百姓 要有這麼大的負擔 所以他有退稅 可是我們不是 我們的問題是在於 變成是因為選舉到了 對不起 並不是 我剛剛講說 如果你今天說 今天政府稅收有超增 沒有錯 去年確實有超增 可是去年超增的數字 是這幾年來最低的 所以你要還 不是應該早就該還了 為什麼今年才要還 就是因為選舉 而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麼我真的覺得 過去蔡英文 他在檢討軍公教年金的時候 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政府財政困難 政府快破產了 對 政府快破產 現在政府沒有破產問題 現在政府完全沒有破產問題 所以你幹嘛告訴我們 什麼財政紀律 財政赤字的問題 還有不是有個國債中嗎 剛才講說每人 他每一年都會告訴你 我們要注意 我們現在政府的財政很差 然後每個人負債已經超過23萬 這個還是檯面上的 還沒有去記錄這個潛在性的債務 因為如果去記錄什麼健保 還有這些年金的話 你知道台灣人 每一個人潛在性的債務是多少嗎 一個人是超過100萬 超過100萬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以後不要告訴我 什麼財政紀律 國債中也從此可以停止了 你不需要再計算 因為我們的財政好得不得了 我只是覺得說 你今天不能夠在你要去砍 人家軍公教年紀的時候 就說我們的財政很不好 現在你要拚學舉了 然後就告訴你 反正基金好 我們稅收也好 老實說如果真的要還稅於民 拜託你 年年都還稅於民 只要政府有稅收超增 你就還稅於民 不要因為選舉到了 才來發放這種選舉買票行為 確實是一個公平正義 跟可操作性的問題 退了不好 一定會引起台灣更大的反彈 去討好某一個層面的人 可能會得罪 另外一個更大層面的人 所以我想從公平正義 跟可操作性 這個角度來切 我們先看一下就是說 如果從公平正義來看的話 你稅收超收 本來就應該要退稅 還稅於民 可是他沒辦法操作 因為我們不知道 對誰多徵收 對誰少徵收 所以我們無法完全退稅 還稅於民的情形下的時候 另外一種可操作性的方法 就是還債 也就是說把政府欠了這麼多的債 開始除了我們每年邊的預算 要去還債以外 你今天多徵收的稅 一方面就把以前的債的窟窿 再把它補一下 另外一方面就修改我們的稅基 我們來看澳門 香港 新加坡 那是所有的國民一律平等 就是不分繳稅跟不繳稅 就是所有的國民我都給你 含嬰兒 含孩子 你只要什麼時候出生的 我都給你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就沒有所謂的排富條款 沒有這個問題 好 馬英九提的那個3600塊 其實那個不是多徵收的稅的扣稅 他是為了要刺激當時的經濟 當時台灣很多的經濟學家 都已經告訴馬英九說 這套不能用 這套沒有用 不能夠用這種飲鎮止渴的方法 在日本都失敗了 你不能夠用 馬英九還是要用 結果還是失敗 因為根本沒有辦法刺激台灣的經濟 所以我覺得不能夠再採用這種 發消費券的笨方法 但是問題就是 你既然操受稅了 麻煩你們還債吧 把我們的國債把它窟窿補一補吧 消費券2009年 好 觀眾朋友 那個時候的基礎跟價錢 雖然說從經濟學上來講 它不算是太成功 可是當時在那個氛圍之下 是有促進了很多餐廳的消費 我們今天看到這麼多例子 包含新加坡 澳門 香港 如果這是國家的政策 那沒有問題 在立法院 大家通過設計制度 如果說我們要照顧弱勢 那更沒有問題 但是照顧弱勢是要設計 這個社會的福利制度 社福的制度 我們要如何照顧弱勢 有些人他可能看病不用錢 或者是念書怎樣 或是不用繳稅 那是社會制度 可是今天所提出的 消費券跟這個 這個很簡單比較 大家看一下 這是消費券 我相信觀眾朋友如果 有拿過的人都知道 我跟大家報告 2008年的時候 應該每個人都拿過吧 對 都有 如果說我們的觀眾 可能是小學生 我們的小學生也看這個政 好 大家知道2008年的時候 馬英九當總統 他剛剛當總統 就遇上了金融海嘯 所以2009年的1月18 那個時序很重要 2009年1月18就發了這個 大家看 他1月18發只能又到9月 而且這一年沒有選舉 到第二年就是2001月27號才選 9和1 也不是選總統 所以他不是為了說 我今天增加 大家對馬英九的喜好或怎麼樣 我現在不是說 幫馬英九想說他很棒 這個東西也是見仁見智 但至少他是齊頭式的 人人都有 而且跟選舉無關 對 我現在跟你講 他跟選舉的時間差這麼久 真的有刺激到一些消費 你可能會覺得說 他離選舉那麼久之前發都有效 因為後來選舉贏了 我現在更近是不是更巧 所以我們才覺得說 這個選舉 這個事情跟選舉的可能性連結 感覺會很高 因為你今天如果要照顧弱勢 你就應該要立刻由行政院提出一個 如何照顧這些弱勢 然後到立法院去 提出一個社福制度 而不是說發這個 那就想講 為什麼去年沒有發 明年可能也不會有 今年要有 這就是我剛剛所提出的就是 你要發一次性 要有一次性的目的 馬英九當時的目的 不是說增加選票 因為那時候根本沒有選舉 他是希望能夠 大家是不是口袋裡面其實有錢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都不想花錢 不敢花錢 就弄了一個方式逼你花錢 因為你9月30之前一定要花掉 要不然你就沒有了 我可能多花了300 500 就變成是一個消費 短時間的刺激消費 對 我們這個也是短期間的救助弱勢 短期間的救助弱勢 發了這一次 這個是政策工具 但是證明說蔡總統 這兩年多的平經濟是失敗的 他只要用這種方式來發 平經濟失敗 怎麼會有這麼高的 經濟成長的紅利可以分發 他算錯了 這個不是 這就不是 這只是我們的超爭 如果平經濟成功就不用發 我再補充一句 剛剛孫陽軍講的 年金改革是去年選舉前 一個很大的事情 軍公教都覺得被剝奪 當時的理由就是苦民所苦 大家共體時間 因為我們財政非常困難 財政非常困難 突然拿出400億來發 這個基本上邏輯是錯亂的 基本上這個事情 我相信觀眾朋友 而且從去年到今年 發生什麼重大事件 沒有 他只是稅收超過了 不是說財政已經不困難了 所以這樣子更會有剝奪感 去年因為年金改革 而沒有辦法拿到 他們應該拿到的這些年金的人 更會覺得 這根本就是一個 邏輯混亂的一個政策 選擇